五周年吧 這個我算用過了我想再用一次 五周年是什麼概念 林市政府五周年什麼概念 剛好我有個小朋友我家有個小孩 這位 他也是在林市政府剛開始的時候出生的 所以五周年什麼概念 菁菁上來了 小朋友來來來 難怪氣 這已經長這麼大了 這個是後來出來的老惡 老三有一個老三在睡覺 大家看下面不要害羞 這是一個五周年的概念 好來我們先到下面談好不好 兩小朋友到下面去了 小心喔 OK 小朋友的概念是這樣 林市政府的 在奧利提起第一個專案 終於算是句話 那個時候長這樣 五年後之後稍微整理 26次的黑格子用一個總表 做了一個文字語 這是所有專案 這是正式有提案的專案 提供有26次的黑格子用400次的正式提案 200多個坑主 有2000多個參與者 這時候感謝大家在這邊幫我們參與 所以五大位自己補個檔好不好 OK 仔細 這樣的力道稍微弱了一點 因為有些專案就這樣消失了 他們沒有時間經歷或是金錢維補 所以我們就 發起了一個 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的專案 專案中的專案就是一個獎助金專案 然後這次有些是2017年秋季 我們上一期的那個春季的 呃 成功已經結束了 我們今天就是來個KING好多 先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個 呃 講述星的執行團隊還有一些人 大家看一下大頭就好 上名字他去網站 我想先CUE一下我們的那個執行總監 一帕上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一帕 來 歡迎一帕 五周年的概念就是一個鮮鮮瘦瘦的那個 那個新手女就變成一個兩個孩子的媽了喔 我們今年跳了這個超級大坑喔 花了很多時間花了很多人去募款 然後為了是什麼呢 就是說不管政府怎麼說不管政府怎麼做 我們民間一定要有一些公民的科技的草根的這些力量 我們持續的持續的在創新 那很多很多專案這樣消失 所以我們就希望有一些專案也許有一些這樣的錢 可以讓它繼續下去 那今天為什麼把這KING好 workshop 呃 拉到這個大宋的場子 讓他們的present 讓所有人都聽到呢 就是希望社群的參與 也是要讓他們有被監督喔 被監督的感覺 然後前面這些被監督的感覺 所以歡迎所有的人喔 可以去看他們的Github 可以去看他們的共筆 可以去參與他們的小社群 一起來 讓這些專案可以持續 那也也歡迎前面這些的獎者 去參與其他人的專案 就是這就是一個大的破 那大家分享 開放性的這個參與 讓公民科技這個這個領域可以繼續下去 喔 謝謝 OK 謝謝一怕 好的 雖然有資金團隊 那要做起來也這麼容易 我們還需要有合作夥伴 哦 三個單位是在 孫季就開始的合作夥伴 包含聯邦報院具工程 台灣大大經營會 還有這一名歷事 那到這一次2017年秋季 我們新加入了兩個合作夥伴 第一個是天氣風險管理 開發有限公司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分配網情科技 那我們想要請 今天有出席的天氣風險管理開發 有限公司的 洪啟銘博士來為我們想請 歡迎洪博士 好 謝謝大家 午安喔 一個氣象公司 為什麼想要來贊助 其實我過去這幾年都贊助G01 或多少都一直都有 那這次比較大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知道 最近這個太力颱風 因為各位困擾很多 可是這個太力颱風 這個data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 除了各國官方的路徑之外 其實後面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預測資料 其實有沒有辦法 透過我們大家眾人的力量 創造出來一個更好的預測 這個原來 譬如說我們之前有做到這個AI 有一個教授就跑來跟我說 有一個院士在美國 他就跑來跟我說 不是 我要來預測颱風路徑 用AI來預測 他就要來做這個事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做了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說 這個 現在在台灣 譬如說有時候颱風預測 到底誰比較準 氣象局說他永遠都說他最準的 他都比別的國家好 可是別的國家好呢 那你這樣全世界我們氣象局 就用去花那麼多錢給美國啦 全美國應該來台灣學 怎麼預測天氣啊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美國 這個資料的應用 跟在整個門檻裡面 在台灣都一直存在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藉由這個方式呢 再贊助 那我也跟 我們等一下 我們先來講 這個方式的資料 這就是 我們先來講 我們先來講